好的 宅男大主廚越吃越發福 歡迎來到簡單人生的美食頻道 這次我想挑戰一個只要是台灣人都一定吃過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滷肉飯 滷肉飯我覺得它分很多種 它可以分成滷肉燥飯、焢肉飯、卡庫飯 那它這個我覺得是使用的肉類不同 其實做法都大同小異 滷肉飯最主要的香氣來自豬油跟醬油 那這道料理我覺得做起來應該算是非常簡單又好做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看吧 首先來準備我們的手切煮五花 那我這邊是去全聯買的五花肉 那就切成長方形的大小吧 我們放個麵 接下來就是把 蔥跟蒜 切末 蔥跟蒜 幾乎 蔥 在這兩邊 蔥 一天 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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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首先處理豬肉的部分 小火冷油下鍋 這步是要先將豬肉的腥味 給處理掉也將豬油逼出來 這步要花點時間大約3-5分鐘 把豬肉煮到變成白色略焦 接下來開中大火準備調味 接著加入紅蔥油 稍微拌炒一下加入切好的蔥跟蒜 等等 好像加太多了 不對不對是真的加太多了 我搶救一下 加入適量的蔥跟蒜 加入醬油適量 然後加入油膏適量 等等這個顏色好像有點不太妙 本來還想加好油的 不過還是不要好了 加入五香粉適量 然後加入白胡椒適量 本類其實可以先加 不然炒過之後會更香 最後加水木鍋食材 最後加水木鍋食材 好的那我們40分鐘之後再回來 最後成品如下 糟糕 打開鍋蓋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滿滿的醬油味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試試看看吧 這個絕對絕對已經不是肉燥飯的Label了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試看看吧 好濃稠的感覺喔 好濃稠的感覺喔 天啊 然後會不會做得太 好鹹喔 超難吃的 好 好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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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然這次要洗剩,不行,我放棄 稍微吃五花肉 我應該會切稍微薄一點吧,上次切的厚有點失敗 所以這次我稍微切,不要切那麼厚,我們切薄片一點 全部都完成,先來調好我們的醬汁 這邊請出了我們點藏二十人的涼嫂 我這邊先加入五CC的紅蔥油 五CC的醬油膏 五CC的醬油 為了避免上次的意外發生 我們先把料先調好 最後成品如下,那口味如何呢? 沒有,沒有到很好吃 真的沒有很好吃 我真的覺得我醬油加太少了 但煮的時候,醬油真的可以再加多一些些 讓它的醬香味足夠 好啦,那就這樣 那如果下次想看我煮什麼菜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只要看到我覺得可以做料理,我都會挑戰看看 好,謝謝大家